江峰看了眼是在房间 开始整理这一次 带过来的东西 首当其冲的 就是那株价值最昂贵的纯野山餐了 可惜 没有好的包装盒 否则包装一下 看上去会更高档 但也无所谓 东西是真的 品项没破损 也不影响它的价值 江峰找出手机 知道2022过去了多久 大概是四五天的样子 江峰粗略估算了一下 两个世界的时间比例 大概在七比一的样子 如果我一直生活在1982的世界 是不是意味着 我的寿命变长了 我能比别人 多活几十年 不对 我穿越之后 无论是头发 还是指甲 都没变长 我的身体 应该是按照地球的时间在运转 可如此一来 我再回到1982的世界 岂不是会比其他人保持年轻 江峰懒得多想 他还是别给自己找麻烦了 打开手机的第一件事 自然是给父母打电话 报个平安 当听到父母 还在外面旅游 没有回去 您二位 这是又去哪了呀 儿子 你爸现在是网红了 我们现在是旅游主 挂断之后 他感觉自己好可怜啊 有种被爸爸妈妈抛弃的感觉 不过 他们老两口高兴 快乐就好 老爸的主播账号 好像叫老顽童 嘖嘖 老爸这个武侠迷 此刻的老爸正在直播 手上还有三万块 充一万 帮老爸增加点人气 让老爸高兴高兴 但我不能让老爸老妈 知道是我刷的 江峰为了安全起见 重新注册了一个账号 二话不说 上来就是一个十连 十个火箭 瞬间刷屏 退出直播间 江峰又打开了微信 看到四大金刚室友群里 另外三位室友都在爱的他 原来是关于他的前女友周小雅的 他竟然回国发展了 轻轻地我走了 正如我轻轻地来 我挥一挥衣袖 不带走一片云彩 诈诗了 嗨嗨 我在山区 信号不好 说正事 周小雅回国了 你怎么打算的 听说周小雅现在是公司里的高管 想不想再去前缘啊 三位室友 全都关心他与周小雅是否会复合 既然已经结束了的恋情 我不打算继续开始 而且我们现在都有各自的事业和生活 不再打扰 对谁都是最好的选择 寡人有点累了 不陪诸为爱情扯淡了 退下吧 退出群聊 先将带回1982的东西买回来 鸦鸦的玩具 安排上 鸦鸦是女孩子 应该会喜欢洋娃娃和玩偶 选完鸦鸦的礼物 江峰又找到了线上药店 将孔百灵的症状 跟线上医生描述了一遍 买了一些市面上效果 最好的治疗心脏病药物 还有哪些东西适合带回那个年代呢 弄点收音机会 最后花了近八千块 在睡觉前 他又给周一五发了一条短信 告诉周一五 他回来了 欢迎周一五来玩 第二天一大早 周一五就打来电话 江老弟 你回来了 太好了 上一次去你那儿 你不在家 我就在你那儿 简单吃顿饭就走了 听你员工说 你去进货了 这次搞来了什么戏有余 还和老哥我说说 还是松江芦鱼吗 周哥 你这么败家 嫂子知道吗 江老弟 这话说的 你周哥我可是一家之主 你嫂子在家都得听我的 我让他站着 他不敢坐着 我让他往东 他不敢往西 女人嘛 从娶进门之前 就得教育 你嫂子早就被我教育得服服帖帖了 我去 周大哥你这么牛逼 嫂子知道吗 江峰正不禁要为周一五竖起大拇指鸽 就听到电话里响起了一个女人的声音 周一五 你想上天市吧 你刚刚说谁站着 他就不敢坐着 还你让往东 他就不敢往西 没看出来啊 你周一五挺厉害啊 老托 你听错了吧 咱家可是老婆你最大 我老托让我站着 我不敢坐着 江峰听到周一五认怂 顿时忍不住笑了出来 那个江老弟 我先挂了哈 你嫂子今天要假装一次家里的主人 我听她的话 我这不配合她呢吗 咱们中午见啊 等我 周一五在挂电话前 还在上演一声要强男人的戏码 实则 撂下电话 保不齐在那里跪榴莲呢 来到水库 就在江峰欣赏早晨的农家乐景色时 周一五再次打来了电话 询问江峰有什么好东西 周大哥 松江芦鱼没有了 不过 有一株纯野山餐 我想请周大哥来帮我长长眼 纯野山生 江老弟 你确定 是纯野生的 百分百确定 等我 周一五二话不说 只说了两个字 立马挂了电话 江峰可以想象 周一五应该是立刻往他这里来了 十点左右 周一五到了 而且 还带来了一位老者 和一个花季少女 两位客人 周大哥 江老弟 我来给你介绍一下 这位是孙老 是省城孙氏药铺的创始人 旁边这位 是孙老的孙女 周一五立刻给江峰介绍 孙老 您好 我叫江峰 欢迎您来到农家乐 我从周贤侄那里听说 小江老板这里有一株纯野生山餐 不知小江老板能否带老夫先去一堵围快 当然没问题 请您随我来 我不过寒设有些简陋 还请孙老您不要介意 我爷爷不会介意的 快走吧 带着周一五 孙耀农 孙千千三人来到了自己的房间 喂 江老弟 你这房内 感觉跟我之前来时 有点不一样了呢 可能是这些老物件 让周大哥产生一种年代感吧 我说的吗 对对对 就是这些老物件 让我以为 我穿越回去了呢 孙耀农看着双喜脸盘 爷爷 我记得我小时候 您的家里 是啊 想当初 我和你奶奶结婚 当时唯一买得起的就是这脸盆了 还有这脸盆架都和当年的一模一样 目光又转到了竹纸保温瓶 糖瓷水杯 老是军用水壶上面 触动了心底多年的回忆 眼泪都不由自主地流了下来 爷爷 您怎么哭了 爷爷没事 爷爷只是想起了当年的一些人 和一些事 五十年了 仿佛一场梦一样 不好意思 让小江老板和周贤之看笑话了 我们理解您 周一五都颇有感慨 找到了二是记忆中的样子 他知道 对于对那个时候 有更多印象和记忆的孙耀农 自然会感触更深 好了 谈正事 小江老板 不知那株纯野山身在哪里 江峰早就在孙耀农感慨时 就把野山餐拿了出来 孙老 在这里 您打打言 江峰将铁盒打开 递了过去 当孙耀农看到铁盒时 眉头一皱 下意识地看了一眼周一五 感觉自己被周一五忽悠了 江老弟 你没搞错吧 周大哥 孙老 这纯野山餐是我从乡下收的 还没来得及包装起来 只能想用这铁盒最好的保护它 不出现损伤 您二位先看 我觉得好东西 在于它的品质 而不是外表华丽的外表 听江峰这么说 孙耀农接过了铁盒 然后开始仔细端向 江老弟 你千万别坑我啊 我可是把全部身价 堵在你身上了 想到自己积压的那些中药材 唯有与孙耀农搞好关系 才有可能销售出去 周一无此刻的心 都是悬着的 半赏后 孙耀农将铁盒子盖上 孙老 这人生 是真的 真的是纯野山神 孙耀农点了点头 然后问向江峰 小江老板 你这株野山神 收来时 应该没花多少钱吧 江峰有些诧异 但还是点了点头 二百块确实不多 孙老 这株纯野山神 是什么年份的啊 周一无听出了一些隐藏意思 不经心头一动 孙耀农严肃的脸上 终于有了笑容 这是一株 至少有一百年参灵的纯野山神 唯一可惜的是 挖断了几根须 但它的价值 仍在三百万以上 三百万